当杰哥上了两千三 两千三 他两千三 这种水平两千三 我这种水平的两千一 我不是很甘心 我也不是很能看得过 细运之子 天命所归 运气太好 什么天安在看我 天安真的在看我呀 怎么了小安 要求你打下三下戏书吗 凤烟凤烟凤烟 还是说要让杰爷 去三下戏书 可能这个东西要看杰爷的戏书 如果说你真的要求一下杰爷的话 杰爷会拉到这个脑里 给你个面子 因为杰爷现在是 有时间 时间是广告 可以帮你打一下 没关系别人不会笑你的 对你不说我不说 别人不会笑你 就是主播在帮你玩笑的 是不是没人会笑你的 我看他头发长出来了 飘了你知道吗 杰爷说话吗 加瑞给他剔了行吗 不是小安真没听让杰爷说话吗 你的话 假设你不见的话 明天 明天杰爷就 不管了 杰爷不准杰爷了 杰爷 不要记住了 真的小安呀 明天杰爷可能就不给你机会了 说是一点吧 好吧 你真的你这样说话的话 你对杰爷和观众 到这瞧我给我客两个想头 我都不帮你搞 知道吗小安 我说的如果说你今天 你在侮辱我杰爷 所以你就在玩虎 懂吗 你自己没有标 我说实话你想 你要想一下 你丢一天脸 还是选择丢一个月的脸 我不说小安 你自己应该可以自己懂得取舍 这王安子荣耀三级 你记住他现在这个贼脸 你懂吗 让他们下一个月了 对 小安你不说我不说 是不是 现在你就在我这边 我你不说我不说 那个什么 局调 什么对吧 什么科系什么 他们怎么知道 你的标嘴巴里吻的 是不是 左方只靠自己也能吻标 你不要听这个混子说 你懂吗 懂气韵之子 这个东西没关系 你不说我不说 观众朋友也不说 别人说笑你的 你这样也会有面子 一个月的面子好一点 还是自己面子好一点 小安 你自己觉得 有些是拉了 这个选择题那你 那你来选择 小安 说死我话什么啊 我还很喜欢他脑袋刮了的样子 那个样子看起来比较正常 小安要听说 小安 不理他小安了 小安自己滚吧小安 没死你 没标下我又有笑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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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不许多说 我游轻 没关系